诗篇第十篇 耶和华 你为什么远远地站着 在患难的时候 你为什么隐藏起来呢 恶人骄横地追逼困苦人 愿恶人陷入自己所设的阴谋中 恶人夸耀心中的欲望 他称赞贪财的人 却藐视耶和华 恶人面带骄傲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在他的一切思想中 都没有神 他的道路时常稳妥 你的判断高超 他却不放在眼内 他对所有的仇敌都嗤之以鼻 他心里说 我必永不摇动 我绝不会遭遇灾难 他口里充满咒诅 诡诈和欺压的话 舌头底下竟是毒汗与坚饿 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 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暗地里窥探不幸的人 他在隐秘处埋伏 像狮子埋伏在丛林中 他埋伏要掳走困苦人 他把困苦人 拉入自己的网中 掳走了他们 他击打 他屈身敦伏 不幸的人就倒在他的爪下 他心里说 神已经忘记了 他已经颜面永远不看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神啊 求你举起手来 不要忘记困苦的人 恶人为什么藐视神 心里说 你必不追究呢 其实你已经看见了 忧患与愁苦你都已经看到 并且放在自己的手中 不幸的人把自己交托你 你是帮助孤儿的 愿你打断恶人和坏人的绑壁 愿你追究他们的恶行 直到清清楚楚 耶和华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列国都从他的地上面亡 耶和华 困苦人的心愿 你已经听见 你必坚固他们的心 也必留心听他们的呼求 好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申冤 使地上的人不再施行恐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